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看《十善页道经》 第九页 第一项 福痴龙王 若离恶口 值得成就八种正业 何等为八 一言不乖道 经文很明显 意识无尽心愿 佛在里面和我们讲 如何成就正业 特别是对念佛法门来讲 我们念佛法门 大家都知道是修正业 正业从哪里修呢 先正其口 我们在无量受经度读到的 佛教我们修行的基本法 是善护三页 善护三页一开头 就教我们善护三页 不记他过 就是这里讲的了 由此可知 修正土从哪里开始 我们知道了 亦明白这段教会的重要性 就算是你的下属 误服从你不行 最多是表面上没办法 不服从不行 心度不服 那就失败了 往往在某种关头的时候 下属背叛了 为什么会叛离 必定有原因 而因素里头 绝对不会少了 平时讲话不恰当 造成的后果 这是世出世间 一切事业成败的关键 人同人相处 人之待人 言语占的份量太重 太重了 所以瑜伽教学 言语列在重要的科目上 夫子教学四个科目 第一个是德行 第二个是言语 由此可知 他将言语看得几重 言语是德行的表现 看你的言语 看你的表态 看你的动作 你得行的高帝 就一眼看光了 我们要怎么 这种事情 法菩萨在经论道 事实 祝福教导我们 教会里头 说得很多 说得很多 是接纵 我们亲近善知识 我以前亲近张家大师 李炳南老居士 我们站在旁边观察 他接待宾客 接待来学 我们见到深受感动 在他里面学习 亲近他的学生 对学生 和对大众不同 严厉地教训 对学生有 事事有 但是对大众 没有 学生 老师有责任 帮助他 成就他 见他有过错 绝对要说 所以从前 老师对我们说 讲过失的人 谁愿意讲人过失 谁愿意 和人 做冤家对头 聪明人 有学问的人 绝对不做这种事情 同人结善缘 绝对不同人结恶缘 你有过失 不会有人讲的 讲你过失 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你的父母 一个是你的老师 朋友同学 讲过失 亦是一疑再 顶多讲两次 不会讲第三次 两次你不改 第三次就不讲了 为什么 讲完就变成冤家了 那怎么对你呢 敬而怨至 什么叫怨至 就是不跟你共事 你在社会上 做任何事业 没有人肯帮忙 你得到的 是跟你有利害关系的 导致的朋友 你一个都没有 所以 得幸言语 不学不得 得幸的落实 就是世尊 就是世尊 在这部经上讲的 十善业道 口业重要 你能离恶口 你就得到八种正业 第一种 言不乖道 这个道 就是我们现在 讲的分寸 你的言语 恰道好处 一般说 如理如法 合情合理 不过分 亦不会不足 这种是第一种正业 言语 言语过分 显得巴结人 讨好人 言词不及 显得傲慢 看不起人 言词要能做到 恰道好处 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学习 时事练习 养成习惯 二 言皆利益 这一条很重要 无益之言 在佛法道称作异论 我们世间人 讲的开玩笑 诸佛菩萨 修道的人 不会有气论 气论 气论 与优惑 不同 世间人的优惑 不见得是对对方 对社会大众有利益 而圣言君子 所谓出现成质 说出现成质 说出来的话 都可以作为社会大众的准质 这就是利益 这就是利益了 利益 令我们想到最重要的 是叫我们得清净心 帮助我们断烦恼 掌智慧 这种是真实利益 三言必契 你是真理 绝对不违背真理 背你的话 啊 圣言君子绝对无 为什么啊 他见到真理啊 佛家常说 明心见证 所以 他的行为 他的言语 绝对同性得相认 言行都是圣德 自然的流露 释迦牟尼法 四十九年 讲的 那十二部经教 都是从圣德流露出来的 这种是契迦牟尼 契迦牟尼 四言词美妙 这种是契技 令人听到 令人听到 欢喜接受 契基契利的言语 这种是契迦牟尼 先能讲化众生 这种是契迦牟尼 这种是契入境界 这种不是凡夫 这种是契迦牟尼 他为什么不见世间过 我们用上中的话来说 大家意识 他已经转式成智了 上中修行的光灵 转大陆意识 为妙观察字 大陆意识是分别 没有分别 一切不分别 这种观是妙观 智慧现前 我们现在对世间人分别 他不分别 转末拿式为平等性智 末拿式是执着 他不执着 越是出世间一切化都不执着 各位想下 离开分别执着 你要找个实 了不可得 世出世法都无个实 这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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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分别执着 凌严经 愿国经 法华经 法华经 华严经 佛都说 探陈次就是戒定位 戒定位即是探陈次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平等观啊 探陈次和戒定位 是极不平等的 他平等啊 他怎么平等的 探陈次和戒定位 是一个性 法性 觉悟了叫戒定位 迷了叫探陈次 迷悟不疑 迷的是法性 悟的还是法性 法性没有迷悟啊 迷的时候 变的相 是贪贪痴的相 个悟变的相 是戒定位的相 但是你要知道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个相 这个相不是真的 是妄想 他心平了 你得了 他心平了 于是清静心 言辞 心清静 心清静 我们常说身清静 境界清静 探陈次和戒定位 都清静 这个是什么人 法身大事 法身大事 应化来到六道 他怎么做 他还是厌持戒律 为什么呀 六道众生迷紧 他要做个好榜样 给人看 去表演 上台表演 表演 表演一定要 故到大众 要故到当前社会 利益众生 我这种表演 于众生无利 于社会无利的 不可以做 例如现在的社会 现在社会 大家都不懂得 不孝父母 不敬师长 佛菩萨来这里 一定示现 孝顺父母 奉侍师长 现在这个社会 大众 不懂得 尊师众道 忘恩父义 背诗叛道 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示现 一定会 特别示现 孝顺尊尊师 一定会这样做法 为什么要这样做 幻告 写道 人心 主佛菩萨在哪里示现 几时示现 一定要观察 时至因缘 就是此时此处 众生犯了什么毛病 佛法是教育 怎能斗证它 帮它改革 这就叫善知识了 现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不懂得 尊师众道 我们还要 委批老师 还要批判它 还要去道争它 这是教社会大众 不顾父母 不顾父母 不顾师掌 那部是三图 这种教育 这种表演示现 这种教育 是将众生 带去三图 恶道里头 这个人是什么人 恶魔 他不是菩萨 菩萨的做法 和他刚刚相反 菩萨绝对信圣德 所以菩萨绝对不会念旧恶 不憎恶恶人 教化众生 要懂得整体的利益 可以牺牲个人 成全大众 对 委批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格外敬重 这个敬重 这个敬重 不是庄的 是出于真情 感化恶人 圈化社会 这个是菩萨 圆寺美妙 不是音声 讲得好听 音声好听 固然在里头 美妙的意思 更深更圆 是令人听到 欢喜接受 你的言是金欲良言 这才叫美妙 我们现在说是合情合理合法 真正是从仁慈 宝爱里面流露出来的 这些都属于静业 绝对是从清静心里面流出来的 亦能静化人心 静化三叶 它是真正细离 真正微妙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就讲到这里 我已经讲到这里 我只讲到这里 我只讲到这里 你站在这里 全部也讲到这里 我只讲到这里 所有人都想要 如果我只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